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提醒大家呢寒流来报道了 当然现在呢还不是寒流的时刻 温度已经是下滑了 但今天最冷的时刻不是在这个时候 相反的现在反而是今天最温暖的时候 接下来呢每一个小时你就会发现 温度一路下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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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到今天晚上的低温呢 可能就会降到十度以下 甚至于最低温预估这一波的寒流呢 北部地区会只剩下六度左右 所以呢如果朋友们呢 既然起床然后准备要出门的话呢 提醒大家你的穿着的保暖程度 不能够用现在的温度 然后作为你的这个穿着的参考 因为呢未来的一段时间 温度会急剧的下滑 所以现在还不是最冷的时候 那么现在当然已经是比昨天晚上冷很多了 短短的14个小时的时间呢 温度呢就下滑了11度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的清晨 就已经下滑了11度 但还没有降够 还没有停止 还在继续的往下滑 所以呢要提醒大家 在穿着运队上面要特别注意 而且全台湾都会这个感受得到这个低温 那么北部地区的局部低温六度以下 还有这一个这个南部地区呢 低温呢也可能在10度左右 所以呢今天的寒流啊是特别要注意的 好另外呢除了低温之外呢 也要看降雨的部分 那么降雨的部分呢 北部地区会有一些飘雨 它会从湿冷 然后慢慢的转为干冷的天气状况 所以北部地区呢降雨几率有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 当然到了中南部地区 还有这个东部地区 以及澎湖 还有马祖跟金门地区呢 那么降雨几率呢 就会大幅度的下滑 都不到百分之十 所以北部地区会有一些飘雨 但是呢中南部地区 东部地区以及离岛地区呢 都可以白天可以见得到阳光 那么至于北部地区的降雨呢 可能只在上半天 到了下半天的时候呢 因为它就转为干冷的天气 很冷 但是呢基本上呢水气并不多 好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 这一个这个这个降雨的情形 那至于在白天的温度的部分 北部地区白天温度是八到十四度 现在台北的温度呢就是十四度 所以呢最低温其实就在 最高温就在这个时候了 紧接下来呢温度就会一路的下滑 到了中部地区呢白天的温度是十二到十八度 到了南部地区呢白天的温度是十八到二十二度 那到了东部地区呢白天的温度是十三到十九度 还有这个澎湖地区呢白天的温度是十一到十五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台北台中 现在都是十四度 那么台南十六度 高雄二十度 宜兰澎湖十五度 花莲台东十八度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都是下跌的 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六十八点 收盘指数是三万零三百三十五点 跌幅百分之零点二二 那萨克下跌了四十九点 收盘指数是一万两千八百五十点 跌幅百分之零点三八 S&P指数下跌了八点 收盘指数是三七二七点 跌幅百分之零点二二 费城半导体下跌了六点二五点 收盘指数是二七三八点零五点 跌幅百分之零点二三 五大科技公司呢 除了亚马逊上涨了百分之零点一六之外呢 那么其他的四家公司呢 都是下跌的 那么苹果跌幅甚至于达到百分之零点三三 脸书平盘 然后Alphabet下跌了百分之零点九一 微软下跌了百分之零点三六 那至于在台股的部分呢 台股的ADR四家公司都是下跌 台积电下跌了百分之零点五二 联电大跌了百分之三点八二 热光下跌了百分之二点八八 中华电信下跌了百分之零点七 好那至于在这一个油价的部分 纽约油期货价格上涨了零点三八美元 每桶的报价四十八美元 涨幅百分之零点八 北海布兰特原油上涨了零点二三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五十一点零九美元 涨幅百分之零点四五 指甲哥黄豆期货呢 大涨了三十八点七五美分 每普社一二九六美分 涨幅百分之三点零八 那至于在黄金的部分呢 则是小涨了二点五零美元 每二十的报价是一千八百八十二点九零美元 涨幅百分之零点一三 那么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下跌了零点三一个百分点 来到九十点零一 那至于在欧洲的三大股市 三大主要股市呢 涨跌互建 英国金融事报百分之股价指数 上涨了一百点 涨幅百分之一点五五 那前一个交易日呢 英国是因为圣诞节休是一天 所以呢 昨天有补涨效应 那么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则上涨了百分之零点四二 涨了二十三点四一点 东国法兰克福指数呢 盘中一度曾经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不过呢最后尾盘的时候呢 下跌了二十八点九一点 跌幅百分之零点二一 好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呢是美国准总统拜登呢 那么第一次呢 针对了中国大陆呢 发表了他的看法 他认为啊 未来呢 那么重建全面的外交政策 跟国家安全手段将是新政府的重要挑战 而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呢 他主要所看待的这个目标呢 其实就是在贸易科技 还有人权上面 要确保中国大陆会对于贸易科技 还有人权的违规来负责 但他强调的是 必须与盟友来这个共同的合作 而不可能独立完成 好这个是呢 拜登上任之后呢 首度的来这个讨论 这个中国大陆的美中关系 好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纾困金 那么川普呢 喊话说纾困金呢 每一个人六百块美金是不够的 至少要两千块钱美金 那么这个消息传出来了之后呢 美国民主党的就立刻顺势的 那么在众议院呢 通过了新一轮的纾困金的加码 将六百美元的现金呢 提高到两千美元 那么全汉呢 已经送到了美国的参议院 可是这个呢 反而就让共和党呢 为难了 因为共和党一向呢 比较重视财政纪律 所以呢 他们对于直接发放现金给这一个民众呢 是一向反对的 那么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美国的参议院的议长 那么这个是麦康纳呢 他们就他采取的方式呢 是拖延战术 他就宣布呢 那么要延后整个案子的表决 那么同时呢 这个案子呢 必须要跟川普提出来的另外两项议题 一起来审理 包括了大选的公正性 跟限制大科技公司 好 那他绑在一起之后呢 会不会使得这个案子就无法通过 那么现在呢 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因为一旦呢 这个发放现金 从六百美元变成两千美元之后呢 那么对于美国的 这一个相关的这些金融也好 或者是经济也好 影响是非常大的 长期来讲对美国不利 但是就短期来讲 他其实是有撒钞票的这一个 这一个效应的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那么因为现在你看到说 包括了美股的纳萨克 或者是道琼标普 创历史新高 然后呢 再加上的德国的这个股市盘中也创历史新高 昨天的日本股市呢 则是创了30年来的新高 昨天的日经二五指数呢 是大涨了714点 涨幅高达百分之2.66 刷盘指数呢 是27568点 涨幅高达百分之2.66呢 也使得日股创下了1990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准 1990年呢 当时的日本呢 正是泡沫之前 最这个这个最辉煌的时刻 好 所以呢 日本股市呢 已经创下了这个这个30年来的新高 所以呢 市场就会关注的是 它能不能通过这个泡沫经济时期呢 的最高的这个点位 那不只是日本 也带动了韩国的指数呢 也涨了百分之0.4 也创历史新高 印度的股市呢 涨百分之0.6 也创历史新高 那么这里面呢 所以昨天在亚洲市场的时候呢 MLCIAC世界指数 一度盘中也来到了历史新高 好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全球金融市场都非常的热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无人机作为商业用途 那么在美国呢 划出了一大步 这是由美国的联邦航空总署 那么公布了无人机的商 让无人机使用的一些相关的规定 这里面的这些规定呢 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 开放无人机可以直接飞越民众的上空 过去是规定说 只能够飞越使用无人机的操控者的上空 那现在呢是一般民众的上空都可以超越 而且可以夜间飞行 当然它里面其实有一些规定 比如说必须要内建远端识别 Remote ID 然后同时呢 还有很多的一些细节的配套的一些规定 好 不过这一项开放呢 将使得包括了Google的母公司Alphabet 还有亚马逊 以及这个USB 这个是快递公司 还有Walmart 他们的无人机商用 就送货的这一个用途呢 将会有极大的进展 好 另外呢 我们看到的是 欧盟现在也发现到半导体产业极为重要 所以呢 以德国 法国 荷兰 意大利 还有奥地利为首的 17个欧盟国家呢 他们签订了一项总规模达到1450亿欧元 和台币呢 高达5兆台币的这个计划 要来扶植半导体 它的目标呢 是希望能够直接进入最先进的制程 2奈米 现在呢 这个台积电呢 主要的先进制程是5奈米 然后他们希望能够这个研发这个3奈米 并且把它给商用 这个量产 那么不过呢 欧洲现在呢 它的企图心希望一度 一路就可以导入2奈米的先进制程 而且呢 目标针对的是包括了 高速联网 自驾车 航太与国防 卫生与食品制造 人工智慧资料中心 机体光学 超级运算 跟量子运算 好 所以半导体呢 现在正式的成为全世界呢 这个角足的核心中的核心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繁垄断呢 那么之前的调查 蚂蚁集团 就阿里巴巴底下的蚂蚁集团 现在呢 传出来就是呢 而且中国人民行业已经证实了 蚂蚁集团呢 已经决定要设立金控公司 将蚂蚁集团当中呢 有关于财富管理 消费贷款 保险分销 还有一些网络的商业银行呢 通通都纳入金控公司 也就是纳入监管管理当中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看到蚂蚁的部分 另外呢 中国大陆的繁垄断呢 也已经是挥向了外卖的龙头 美团 那么这个使得呢 大陆的网络科技的四大咖 包括了阿里巴巴 还有腾讯 美团跟小米 已经有两家 那么进入了反垄断的调查 接着我们看的是 数位人民币的场景测试 现在呢 要再加上呢 北京的一个定点的测试 这也凸显了 那么大陆的这个 数位人民币的进展速度 相当的快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 入股的部分 昨天在平盘震荡之后呢 最后呢 走跌 上阵指数下跌了18点 跌幅0.54% 深圳层指下跌了73点 跌幅0.53%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253点 涨幅0.96% 好那至于在台湾的部分呢 那么现在传出来是 又有这个一家中小企业 那么这个呢 是成立超过46年的 国内老牌的中小企业 南风工业 那么以及他的子公司 荣井传出来了跳票 那他们是重要的是 提供这一些知名 饮料的连锁店品牌的 这一些 这些悲剧啦 这些塑胶杯啦 这些的 那么本来呢 他们其实是一家 算是非常老字号的 一家公司 但是呢 传出来跳票 而且甚至于 他有跟这一个 地下钱庄借款 那么银行往来的资金 高达20亿元 所以呢 昨天呢 连带银行呢 共同的举行了 一个银行团会议 那基本上呢 并不希望这家公司呢 就此倒闭 所以呢 包括了本金 有一些宽限期 然后呢 利率有一些调降 然后呢 中小信保呢 继续的保证 并不抽银根 但也凸显出危机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这个新台币哦 新台币呢 昨天盘中的时候呢 升值了4.3角 一度呢 升破了28.1 来到了28.095 不过最后尾盘的时候 中央银行介入 使得它的升值幅度呢 缩减为只有升值1分 来到28.515 好 这个是新台币的升值 新台币的升值 对于很多的企业来讲的话呢 那么既要注意它的汇兑风险 当然这个避险的 这些相关的配套措施 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另外呢 立法院呢 把民法当中的 这个成人的标准呢 下修为18岁之后呢 所有相关的 包括了遗产税 赠与税的一些这个规定呢 还有包括了所得税的 扣除了的规定呢 都配套的修正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看台北股市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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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观看